字幕 李宗盛 好了來到這個禮拜尖前故效 今個禮拜我回來 接著就踢走了Jacky 找Eric回來 我還在這連續三個禮拜和大家見面 不是 上個禮拜就好像踢走了我 我連續坐三個禮拜 然後叫我換拍檔 就不是他們換拍檔 但為甚麼無故就變成你做的 我都不知道 你們找我回來就坐下坐下 變成坐正 坐下坐下坐一會兒 那不就是別的叔叔那樣 我不知道 我沒有卡片的 OK 你要卡片 你要卡片就隨便印 沒有東西的 浪費甚麼錢印 班正齊 上個禮拜 其實為甚麼我不在這裏 上個禮拜其實我去了澳門 那個時間 不是 上個禮拜日我去了澳門 上個禮拜六 因為有其他公務要在新 變成上個禮拜六 就回不到來做節目 所以謝謝Eric 先把手頂了一閘 然後這個禮拜 有Jacky甚麼事呢 Jacky去了打飛機 打飛機的議題 對 打飛機的議題 對 真的幾乎講漏了一個字 講漏了兩個字 很嚴重 這些 不要亂來 不要亂來 因為為甚麼呢 他有些是關於飛機的議題 今天有些參觀 變成他就回不到來 所以找到Eric回來幫忙 那 好了 我想上個禮拜 我們就講 我聽你們節目說了九巴加價的問題 不是加價 刑警 刑警 然後拆解整個九巴的管治 或者整個交通政策的問題在哪裏 怎知道呢 然後再以 我們當說管治問題 這個營運問題 怎知道那一天就已經出事 不過就不是九巴 大家看到我們今天 擺了一些白色的花 都知道在吊念甚麼事 我身上穿著黑色的衣服 中國寫著 大家都知道 剛剛個星期六 其實就很不幸 發生了一個鐵路上的意外 這個震撼了整個中國 亦都 這個是溫州 是不是那個溫州 溫州 對 韓州去溫州的時候 那個鐵路 去福州的 經過溫州的 經過溫州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個意外 兩卡這個 CRH就撞了一碟 結果官方公佈死了29人 保險公司今天我們看新聞 就說至少儲到210多人 如果計算保險的話 保險是計算死亡還是受傷 死亡 它只是計算死亡 有大約200人 蛤 為何會差那麼多 另外一些 你不見大陸的網民 現在分享一段 就是所有凡是重大意外 死亡都一定不會超過35人 因為凡是死多36人的意外 當地領導就要負責任 隨時烏砂不補 所以是不是只有35人死的話 他們就可以保住自己的位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有沒有出奇 強國 impossible is nothing 起碼有問責 有問責制 為何我們香港的高官 反而每次都是自身事外 真的完全沒有事 可能不同 香港沒有很多意外 沒有那麼多事件 是死那麼多人的 除了沙士的時候 真的被局長問責下台 之後那些意外 都沒有牽連到人命 那些 就是這樣 其實 其實說回這件高鐵的事件 叫做高鐵 之後呢 高鐵事件 最初大家在說高鐵意外 怎知道為何突然之間 會說到變成動車意外 大家是否有些拋頭 沒有 其實是一個定義的問題 因為其實中國最初發展 這個高鐵網絡的時候 就說到這個時速200公里 那些就是叫高鐵 那又要發展一個四中四橫的 全國高鐵系統 不僅僅 還說要將這個高鐵技術 輸出世界的 但是呢 然後再發生了這個 溫州的火車撞車的追尾 它們對做 它事故之後呢 就馬上改口 就說了 250公里以上的那些 才叫高鐵的 那又現在250公里以下的那些 就是用著現有的火車軌道 就只不過將系統提升了 那些200至250公里 我們叫做動車 又不是高鐵來的 所以這個不是高鐵意外 這個是動車意外 高鐵是非常之安全的 就是這樣 其實大家可能聽到 都是一頭無水 動車 為何又會跟高鐵 又好像有些關係 又沒有些關係 但是首先不如大家想回 如果有坐過高鐵沒有 其實 或者試試一下 不要叫高鐵先 因為大家都還在混亂 這個動車 還是什麼高鐵 這個動車 少回大陸沒有坐過 你深圳上廣州那條還沒有坐過 沒有啊 以前一向都是坐直通車的 你坐直通車的 對 就是你小明上廣州 你就坐直通車的 對 不是坐高鐵的 沒有坐過 好的 其實不如我們去張相片給大家看看 其實就是現在 說的是深圳 我們平時坐上廣州東 廣州站 有一些高速鐵路 大家經常說叫其中一個高鐵 可能叫做 本來叫和諧號 和諧號其實主要叫和諧號 不如給大家去張相片看一看 這一部就是第一代的和諧號列車 看到車頭也寫著C-R-H 其實C-R-H就是英文 China Railway High Speed的宿舍 其實H已經代表了高速鐵路 高速鐵路 高速的Railway Railway就是鐵路 C就是中國 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大家現在在爭論 那個叫不叫做高鐵 這個官方定義其實是愚蠢的 因為現在 它自己已經定義了這些是高鐵的一種 是 其實它本身已經是定義了高鐵的一種 我現在再zoom近一點給大家看一看 看到 手掌仔那裡 寫著那個車的編號 C-R-H-1 有一個1字小小小的 然後H-005A 其實這一組東西也都告訴大家 這一部車的來歷 就是它那個 因為其實中國去做這個高鐵的時候 它的技術是來自歐洲 日本都有買回來的 其實它去買這一部 即這部車 它的原型車 其實是歐洲找回來的 就是Bombardia 那個廠叫Bombardia 它就是把這個生產的技術 跟中國合資 去買了一些技術 給中國去製造這種車廂 A字這一種型號 就是代表Bombardia這部車 其實它是可以走到 200至250公里 不過如果大家坐過這條鐵路 在深圳上廣州 其實通常它都開不會超過200 我們坐的時候 都不會超過200的速度 這部車就是現在 跟今次意外其中一部被撞的那部車 其實應該是同型號 都是屬於CRH一型 這一部車就是一型的車 同一時間 有A字這一種 A字的原因是 其實它是說 它可以是八組的車廂 即是它是八卡車 如果是同一款 但是有16卡的 即是它一個雙的 就會是B型 就是這樣分析 後來 A型和B型 其實都是200至250公里的車款 但是好了 大家可能去遠一點 好像看說 現在經常說 有甚麼新的路線開通 高鐵 有些好像嘴巴 就像日本 我們看到 或者台灣的高鐵 那是怎樣的呢 它這張照片 看一看 這一部就是第二型的 是CRH二型的 這個車頭很長 好像鴨嘴一樣 其實 你猜它是由哪一個國家 去賣技術給中國 看起來 沒錯 其實就是日本賣去中國的一個技術 這次推撞著 後來被撞的 CRH一型 就是這隻 CRH二型的 車種 即是它撞別人那一部 就是這隻 鴨嘴一樣的 CRH二型的車 就是日本 所以日本 那麼緊張 那天又要發聲明 如果中國有甚麼問題 它就願意去支援 因為其實技術 就是日本人賣去中國那裡 所以為什麼日本 會有CRH二型的 那麼緊張 因為它都怕別人 懷疑它原型車都有問題 日本人對於他們自己本身那個 很怕自己的名聲受傷 因為有些意外 它自己的產品 是一個很緊張 就是產品的一個 售後服務 或者之後它有沒有什麼問題 去跟進 所以為什麼日本人 那天會這麼快發聲明 你覺得它是不是抽水 一件事 但是其實這個 真的涉及到 它的貨品的安全 它是很緊張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這個問題 但是好了 接著 這隻車型 大家看到其實 它都可以分開 是有A type B type C type 為什麼今次 這個動車 今次行的那隻 其實可以是屬於 A type 或者B type 為什麼它說是動車 因為在中國的 解釋 即現在鐵路部 他們經常說 如何分配動車 以及高鐵 你買一張票的時候 都會看到 因為你如果買一張火車票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 寫著D字頭的 車 就好像今次發生的 以外這兩卡 大家不知道D字頭 其中一卡是D301 另一卡是D3115 沒有記錯 D字代表它是250公里以下車速的一些高速鐵路 它就俗稱叫動車 因為它就好像你剛才說 提速而變成 即是現有鐵路系統只是提升了 就不是在新的軌道走的 沒錯 但是最近說可以開一條經戶鐵路 大家記不記得 或者好像我們經常說 香港接下來會有高速鐵路 高鐵系統 其實它將來賣的票 理論上 即是香港將來賣的票 即是香港將來賣的票 或者現時現在內地 賣經戶線 賣沒有港線那些 它是G字頭 但是它行的車 除了剛剛那隻CRH二型 因為二型都有分是A還是C C的 就是超過了250公里 即是350公里 可以看到 但是三型的車 基本上都可以已經行到350公里 300至350公里 可以看一看我們 這一張照片 其實就是在沒有港線的通車之後 我記得好像第三天 這張照片 我應該是在武漢高鐵站那裡拍的 其實我就是坐著這架CRH三型去到武漢那裡 當時這隻車其實它都是歐洲技術來的 賣了給內地去做 你看看這隻車其實它已經是屬於最 當時來說最新型的一個高速鐵路 因為它可以行到350公里最高的時速 稍後我們會和大家一起看一段影片 當時我拍了 說坐這個高速鐵路 邊看邊說 到底當時是怎樣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好了 這一隻高速鐵路 C型的 我買這張票 其實它寫著G G Class 因為它就是走近300至350公里 屬於它現在所說的高鐵的類型 就不是這次出事的類型 未來香港的高鐵系統 都是買了三型這種車的 即是到時我們將來 如果那條高鐵能夠興建成的話 到時我們看到的車卡就是這款 Eric 如果你現在 我看到了 其實看了Facebook 自從這次高鐵意外之後 很多人說要加入Facebook組 我以後不乘坐高鐵 我承諾不乘坐高鐵 你怎樣看呢 你個人會不會加入呢 我想問一下 其實 我其實都很擔心 如果動車有意外的話 你怎樣可以確保 即技術要求更高 速度更加快的高鐵 即是行300以上的高鐵 是有一個更加好的安全保證呢 因為慢的 你都阻止不了它撞車 當你一快的時候 有些意外上來 你的反應時間更加短 那你還有些什麼把握 去確保同類的意外 不會再發生呢 所以經過這次意外之後 坊間對於高鐵的安全 開始有保留 這個其實是很正常的 因為 始終沒有人想賺命搏 雖然說 香港的所謂高鐵 其實是低鐵來的 因為 它是動車 不是低鐵 動車 它不會超過200 因為動車都不如 因為 其實你計算平均數 從這個西九總站開去深圳 因為如果你停深圳的福田站 最快最多最多走到170多公里 連動車200公里都不到的 可能跟直動車不是差太遠的 但無論如何 你用這一款的C-grade 即是我們買G字頭 那種飛的高鐵 當它的技術要求更高的時候 那麼 我們對它的安全的擔憂 也都會提高了 那麼這個其實 就是說 幾人休天也好 什麼都好 那麼這個就是 就是百姓在見到 今次嚴重意外之後 對內地的鐵路管理失去信心 這個其實是人之常情來的 那麼如果你讓我選擇的話 那麼 我其實都有一點點擔心 就是其實 坐高鐵安不安全的 那 但是你剛才說的那個速度問題 我想跟你說 350都不理是一個極限 你知不知現在它是一隻380公里的 那它上網看 那 那 這一隻就是剛才那隻CRH2型的再進化版 那內地號稱的話 因為它這個不是直接版的技術 它是消化了別人的技術 跟著它再造出來的一隻新車 那 大家可以再看一看這部車 它的編號是怎樣的呢 它就不是寫CRH2的 CRH380 380 A6008 CRH380 380是為什麼呢 就是它走到380公里的速度 它就好像是這個世界紀錄來的 380公里 是嗎 是 它就說自己 即它現在還好像要挑戰400 我記得 前一陣子 它出事前好像要不斷挑戰 其實380公里這個其實在過去這一年是不斷挑戰的 就是當內地的高鐵開始遍地開發的時候 是不斷拿不同的路線來試 315 316 317 318 現在終於試到中國高鐵最快走到318 現在就 中國攬著的世界紀錄了 就是全世界最快的火車 所以它現在都還未深色 但當時其實 現在講380公里的高鐵 是不止這隻是用剛才我們看見CRH2型去進化的 其實CRH3型的都有這個進化板是上到380公里 其實那隻就是會CRH380B 它就叫做 很奇怪 你看見它現在一直去提速的時候 但其實它真的沒有想到走得這麼快 是否真的會很危險 好像今次800至200公里都炒到希巴蘭 整個四折車就推回到地上 就是玩碰碰車 說真的我真的不相信 那個雷擊的世界可以打到 可以打到這麼大件事 因為網上已經有人拍到 當時這麼巧拍到這條片 還有那些乘客口中已經說 跟司機談到話 是嗎 跟司機談到話 出事了 就是前面被人撞 是嗎 不關我的事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已經證明了 其實百多二百都足夠炒到這麼大 如果開一輛400公里 會發生甚麼事呢 沒有的 可能現在是炒了三幾輛車下去 如果你說行四百公里 衝突更加大 而真的有甚麼碰撞的話 隨時乘列車 一輛車跌了下去 橋也好跌到山谷也好 哪裏也好 真的不奇怪 你都說了 你的車越快 你人為做到的反應時間越短 意外的危險性 或者傷害性 亦更加高 所以其實 說回大家去坐高鐵 現在被人形容為 是一個玩命 我見到網上已經流傳了一個笑話 高鐵套裝 不是 很簡單 說賴昌星回到去 見到溫總 然後就說 溫家國保證不殺他 是 保證不殺他 那就是 掛不掛著鄉下 就送張高鐵飛 就被 你打回廈門 對 然後賴昌星車 吸臉車跪著 在那裏說 你不如一槍打死我 其實 這個已經是一個爛笑話 是一個悲劇 近這兩個星期 發生了太多古靈精怪的事 甚至到 好像說 發生了這個動車意外之後 香港現在熱到 趴在那裏 除了打風 昨天之外 熱到街 瘋了 但北京都是北半球 六月飛箱 農曆六月飛箱 是可以落魄的 大家已經說了 六月飛箱 是不是真的必有冤情呢 你覺得這宗高鐵意外 沒有啊 其實這個高鐵意外 你見到 連央視的記者 都這麼尖銳地 對這個鐵道部 現在鐵道部 一定是眾志之敵的 可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鐵道部之前 剛好那個部長 被人捨了落馬 因為 劉志軍 劉志軍被人捨了落馬 可能現在鐵道部 沒有再大靠山 大條道理 全世界都拿鐵道部 沒有做戰把 當年官方都開始不撐鐵道部的時候 所謂罪名堵實鐵道部 你人為錯失 一定要追究 不追究你 這樣 嘩 所以為什麼會發生到現在 好像為什麼大家一起去打 但其實都未必是一件壞事 一起去打 為什麼這些這樣的國家 就是國有企業 大家看新聞都知道 他是集中一個營運和監管的角色 於一身 就是自己管自己 就是等於我們經常在罵 監警會 又是警察 管警察 大家都知道 這些是極醜惡事件 經常 先不說市外遊行 只是說極醜惡都已經笑爆了 你跟著叫他自己去查自己 真的很噁心 但是 說真的 大家都知道 其實 五一二四川地震 這樣算 郡家寶不是不想做事 當然 現在有人在罵他 又在影帝 又說他 說得大了些 說自己十幾天睡了床 被人檢查到 每天出去見人 每天出去見人 這個真是謊言 這件事 但是 可能他自己的權力 都未到位 現在寡人做了多少事 結果 在這些位置才可以去整頓 有時候 大佬下面貓 貪開 他不貪一件事 就算 但是問題 他下重刀是不行的 因為下面的反彈會太大 可能會貪開 所以現在 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去給一些 可能是較為清廉 較為 或者有心的一些官員 去真是下閘刀 去集這班 就是不務正業 經常在這裏 搞到這個 為什麼是官逼民反 為什麽 所以這次要去 突襲 是對的 這個時候 趁機整頓 就是 因為早兩三年 香港開始說 香港都要起高鐵 當時全國遍地開花 說高鐵是大社所出的 全國都要起 這個四中四橫 短時間之內 就要搞定了 要澳市全球 結果搞到這個鐵路部 因為擴張太大 他現在就負債二萬億人民幣 好似是 哇 印鈴錢又不行了 怪不得 香港要拿六百多億都濕濕水 濕濕水 不知道 我們這個節目 經常針對的那個官 聽說不知道收我上面多少錢 你不要亂說 我沒有開名 雖然不要出律師信給我 也不會出律師信給他 我沒有開名 其實可以 趁機這個意外 大家審視一下 就是 當我們某些未成熟的一些發展項目 我們都未掌握到 怎樣去營運 怎樣去建設的時候 我們又急於去全面推行的時候 我們就算當初出意外 我們反應也反應不及 所以有時 慢慢來 其實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未必是一件壞事 未必是一件壞事 其實這樣 再說回高鐵在全世界 我們最近除了回到內地可以搭高鐵 其實最近應該是台灣 台灣 其實台灣它建造高鐵也解了十年 車廂本來是買歐洲車 變成買日本車 跟現在剛才CRH2那樣很像 你坐入面也很像 但問題很久發生的事就是 台灣高鐵現在都因為地下水的問題 其實是沉江那條路軌 在彰化到雲林那一段 現在已經說了 可能只剩下十年的壽命 就算是怎樣加股也好 結果就是要阻礙到附近的發展 其實就不可以再一次過 建那麼多的樓 附近的土地的用途 都因為要遷就它 而強行不能做很多事情 其實是浪費了周邊的土地 其實為什麼香港 我們當時建高鐵已經有人看過 不如先去張照片看吧 這個地圖是Google Map下載的 西九四小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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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近美孚荔枝國那一頭 其實一路大家在說 焦點是大角咀 會不會是舊樓和藝樓 但其實你看回 現在高鐵沿著這條橙色線 當時地底就會在這裡擠一下 你會看到旁邊是什麼 這裡 海荔村在他左邊 然後 右邊就是碧海藍天 雲景台 雲景台也遠一點 但是如果有什麼事出 現在已經挖到福田 早一兩天已經出現這些地陷情況 因為它的土質是承受不了 其實跟我們現在香港在米埔那邊都很接近 現在米埔那邊已經是世界自然基金會那些 好像已經出了聲 已經是說要確保地下水 不可以有問題 否則會影響到整個候鳥的棲息地 因為整個地底是一些泥沙 或者比較鬆軟的泥土 你一轉的時候 其實會令到隧道頂層的泥土 因為轉鬆 本身已經鬆了 你再轉一轉就會由隧道到地面 整個開始慢慢塌下來 就會變成地面的地形會改變了 當你整個地形不同了 那些野生動物就不可以在那裡棲息 所以其實牽連是相當大的 其實現在最大件事 剛才看到 你野生動物 都雖然說一句都不是人 如果那些在機場說有白海豚就吃掉 那些是我們物流界 運輸界之始 老老實實 但問題是 你現在是那裡附近建了那麼多屏風樓 那麼多公共屋邨 這麼高的樓 你下面一旦泥土鬆軟 那些樓的地基 就有機會地不順就會塌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為何台灣現在就是高鐵 它是不給 剛才我說過 不給旁邊建一些高鐵 因為它地下水 甚至現在是要封頂 不讓這些農民再在那裡抽地下水 直接就是寧願建了水台 結果就是做那麼多事情 就是原來為了養住一條高鐵 但是整個社區就會簽就是它一個 就是牽一發動全身 但是高鐵其實是在虧錢的台灣 其實台灣是在虧錢 是無底深涵 是無底深涵來的 就是已經這樣 說改善生活 結果生活就改善不了 還搞出那麼多事情 喂 大哥 六百多億 現在不是那麼多人出來 喂 算了 當不如我們善長人 捐了給他 四川鎮災 被人貪了那麼多 捐了給他 你不要讓我建進來了 不是到時候香港就糟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沒有啊 一塌了 他們都找回一些 當年有份支持高鐵部分 拐贈勝票的人出來 怎麼收科 就是民建聯那些 直接在這個大角咀 還敢厚顏無恥地掛一條碰碼 說要什麼監察高鐵項目 什麼什麼什麼 監察他們沒有啊 你當日 信得港鐵 是可以確保到 接沿途的樓宇安全 交通影響那些全部 現在就說要密切監察 反對什麼什麼 你反什麼 你不讓他起就沒事了 你那天舉手讓他起 這些 所以記住 11月就要教訓這些人 即大角咀 記住 這些什麼 無恥政黨 我直接用無恥 好像之前也有些 不知道什麼人 我在高登看到的 不知道是惡搞 還是禮珍 有一塊李慧琼的標誌 就說 成功爭取高鐵 穿越大角咀地底 有一個 玩到這樣 玩到 我不知道是真心交談 被人搞 但總之 如果是被人搞 其實 都有一句 You have to pay 你是你當初去支持 起高鐵的時候 但現在出了事之後 這班人 是完全沒有出過 最多 譚耀宗曾經跟記者說 就說 會相信 港芯港高鐵工程的安全 是足夠的 但 問題不是你個人相信 是市民相不相信 不過 無論如何 我們講得很慷慨 內地真是 今次的意外 是死了很多同胞 也不死的 不是說現場受傷的 其實心靈都很痛苦 其實 好像昨晚一樣 我們都知道 香港已經有一個集會 是 即是大花園 其實今天晚上 都會有另外兩三個集會 都希望大家可以出席到的 都出席 先說一說 有一個 就是響應內地的呼籲 內地的網民就說 要去他們最近的火車站 去獻花 還有掛絲帶 接下來 今晚 香港會有兩個地方 會有 一個 就會是 第一個火車站 香港接面住中國的 尖沙咀碼頭的火車站 即是中樓下面 現在有個火車站 被人拆了 但是很好笑的 當日 要去 拆了火車站 之後 就說 把火車縮短到洪陷 然後 根本就是在破壞中國和香港的連結 然後 到最後 30年後 那條鐵路 又是要搬回去 招到地底 其實都是回來 其實是不是傻了 拆完又蓋 蓋完又拆了 其實 好了 現在又說不夠 又要蓋多一條這樣的高鐵 整件事情 是不是很傻了 然後 之後 就是 是不是以後 我們又要拆回那條高鐵 不如現在不要蓋了 算了 反正你都還沒蓋完這些東西 應該不用給六百多億這麼多的 就算要沒有貼內地 現在 我想現在只是轉窗 我想轉了幾十億去而已 會最多 轉隧道 我想高鐵撥款過了 算了 買其他車送給大陸 唉 算了 就是這個破財黨災 就是好過到時候 你真的搞到出事先 好了 為什麼會尖沙咀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方面很多可能 內地的自由行朋友 因為那裡比較多是遊客來 到時候會中樓 今晚七點鐘 就會默哀 希望如果出席到的朋友 或者走到尖沙咀的頭 都可以來一來 另外一個 都是七點鐘 如果你在旺角那邊 又是默哀的儀式 都是類似的 還有 再之後就是今晚八點半左右 八點半左右 環環環香港的時候 大家可以戴著你們的蠟燭 發光物件 發光物件 又或者甚至 可能你們戴手提電話 去按著它 燈也好 可以去那裡 就是一個默哀的儀式 也是一個 這個就是 雙方和小圖 也有份去發起 今晚我可以說 我會去尖沙咀那邊 尖沙咀那邊 旺角那邊我怕太逼人 因為那邊似乎棋的地方 以我所知 那邊太小了 那邊走天橋 反而 之前他們說去紅磡 但紅磡就說 更加沒有位 不是 他們說怕被鐵路公司說 那邊外面其實不是他們 法輪功的每個禮拜 那邊的練功 其實他們說你什麼 我真是插頭 那邊都可以有一個象徵 因為現時我們那個 直通車的聯繫在那裡 所以很奇怪 不知道他們想 他喜歡去哪裡 無論如何 最重要是有心 甚至剛才也說到 國內的朋友 是說最近自己的火車站 其實如果大家住新界 不方便走出來那麼遠 去你們最近的火車站 或者港鐵站 其實都已經可以 表達到這個心意 帶到花去 或者綁一條絲帶 在那裡 已經可以表達到心意 不如這樣 說了那麼久 我們其實現在說高鐵 這次是動車 大家都可能要過多 最快 最快都要過多十多天 深圳北站上廣州那一段 才開 好像是八號 他說十至十二 應該那段時間會 我猜他應該會 點煲趕 你在大運會 揭幕之前搞的 問題現在就是 因為發生了 杭州的事 杭州去杭州 去杭州的高鐵事件 不知道會否斷 不過 如果在這一刻 大家想感受高鐵 近的地方 始終都是比較遠的 不過 剛才也說過 我是坐過這個沒有廣線的 是2009年的時候 開了第三天左右 就是那個真的高鐵 350公里 今天就剪了一段影片 繼續跟大家邊看 我們邊談 這個高鐵 現在先去影片 大家在看這個片段 是在深圳拍攝的 其實這個時間 我就是十點半了 是在深圳那邊 坐著一個高鐵 即是巴士 上去這個 當時深圳北站 即是花刀 因為當時 蘭站 其實蘭站 是未起的 上去 這個已經下車了 在廣州北站 即是花刀 即是花刀 花刀站 剛才搭車來到 現在就是十二年 這樣坐了大概兩個半小時的 長條巴士 上去 然後坐一個高鐵 然後 進入這個北站 就是武廣線的總站 其實這個北站 原本是有滿東潮的程度 但是因為做了這個 武廣線的影片之後 沒有了這些普通的火車 連凍車都沒有 全部都是G車 高鐵 我們現在就準備入站 看到了張飛 寫著G1044G 廣州北去梅漢 現在這裡是桓圈 嚴密的桓圈 其實擺個袋是主條的 其實是 其實是 這裡就是那個大堂 我們那班班次應該是G1044G 這個是武廣線 武廣線最遠就是去到武廣 挺 improve 挺漂亮 他接著有地鐵 它來不急 可以給我眼見 因為我上去那一個電梯 就是上去那個 可以過天塵上去的那個後車推 因為我們最初 我們在這個 看到了一面的月台附近 這裏指示也不太清楚 因為這裏有寫著二號後車推 這裏有負設有這裏 我知沒有寫清楚 究竟幾個車是哪個月台開 同一時間是說 每個朋友去找廁所 和我上去 我們在這裏大館 滾了一會 快快大了 這裏又上去了 正在下月台 下水月台 上了水泊 上了年 上了年 因為有水泊 那是甚麼車 我們走過去下月台 我們坐那裏 去的程序就是在坐CRX3 即是第三型 三型的C 下面就是我們要坐的 好 這個要… 350公里 剛好對面 這裡有一輛是普通舊的火車 他經過而已 他不會停的 他在天河也是 可能 所以很麻煩 當天我們在深圳 本來想坐和諧號上 但問過原來和諧號 他都是去到廣州東 廣州東再要轉多一個小時巴士 反而乘坐長頭巴士 都是兩個小時上去 不然其實那輛巴士挺適合的 老實說 即是舊了 那輛車 平時沒有人會坐到那裏 我正常說 現在我們下月台 上車 看到一些乘路員 那輛巴士挺適合的 不如再浪費一點點 不要浪費一點點 那我們幾號車呢 其實這裡已經看到 整輛列車 我們上了自己 在找車卡的位置 這個就是CRH3的內部 現在剛剛走進了餐卡 其實是的 其實某程度上 CRH3是舒服過台灣高鐵 我覺得 即是如果那個內部 因為台灣好像是CRH2 等於那種模式 但台灣高鐵勝出一件事 乾淨以來 因為現在大家看片 剛剛開了那輛車 但是大家如果坐過 廣州、深圳都始終覺得 都是 那個衛生情況 是好過以前的那輛車 但是都 即是跟香港的 好像仍然覺得差一點點 不過anyway 其實已經是有進步的 即是這個不得不承認的 即是要去 去批評的時候 都好 即是公道一點點 即是去說 這個內部 其實高鐵是有個服務提升的 是知道的 我們找到自己的位置 剛剛就不坐了 就是要叫它調位置 那些東西 因為我們比較慘 我們從廣州到武漢 現在我們的影片 其實看的時間 大概是7分鐘左右 大概是7分鐘左右 這樣呢 真真認證 一會兒開車之後 要提速到大概300公里 我記得印象要10分鐘 稍後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正確鎖下 現在48分準備開車了 剛才是廣州北去武漢 我們在廿豪的車廁 那時候 那時候開了二三天 其實是很多觀光峽 你聽到 如果現在大家在看這段影片 聽到的是廣東話的吹水 可能是廣州人來的 所以是 剛剛開車了 8公里 48分 你留意到它的錶那裏 那裏 48分 就開車了 那一會兒要多久 才可以提速到300公里 其實大概10分鐘左右 所以你說如果香港段 真的如果起得了整個 一條西九龍過去 剛剛你可能去到福田 就已經 即是如果不停站 福田解完不需要停站 才足夠開始 去到福田之後 才可以有300公里 如果不然是不夠的 即是跑出來 36公里 沒有記錯 那時候說 如果只說 西九龍去福田的話 最快都是行到170公里 即是200公里 200公里之內 其實根本是凍車也不如 凍車的 可以說凍車是一個範圍 那個速度 但是 其實大家如果看回 其實我們香港戲那段 根本就不算是甚麼高鐵 如果以現在大陸最新之家 和大家解釋甚麼是高鐵的時候 是不是 站與站之間的距離太短了 除非 除非這樣 除非那條列車 可能來到香港那段 之後 後面的速度可以行到300公里 這樣可疑的 只是跑得行速都70公里 你擺一輛Toyota 和擺一輛法拉里 那輛都是叫私家車的 但是問題 你跑那段路 那輛有了一個限速 其實是沒有分別 你坐哪一輛 那輛速度來說 因為它不可以超過 你是網後才超過 但是當然你可能在後面那段 可以行到350公里 但在香港就不算是高鐵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現在講笑 經常說香港不是高鐵 而是動車 其實都是錯的 它真的可以是高鐵 不過高鐵的速度 就只限於香港境外 才是一個高鐵的速度 香港境內的 就是一個動車的速度 但亦都可以是一個高鐵的速度 因為高鐵的速度 可以是由0至350公里 動車的速度是0至250公里 其實是這樣看的 當然大家經常在這裏說笑話 什麼香港是動車 即是大家是曲線的笑話 只是被人捆了 像是666已經起了 原來不是 可以說不是叫高鐵的 才是最多是走動車這麼快 大家看看其實速度 可以看到160幾 剛才48分 現在51分 其實160多 3分多钟上到170 3分多钟上到170 即是如果这样 待会再看180 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这个速度 要起码3分钟 如果在西九龙这样起 我们预计这些大约会去到哪 应该刚刚过了 应该刚刚过 那要开始减速了 因为已经复田了 是的 如果这样 即是10分钟左右 刚刚52200 没有记错吧 由西九龙去福田 10分钟 因为其实最浪费能源 所有车都是 加速 是加速减速那一下 所以你猜到香港还会否开得那么快 我真的有个言问 到现在我都觉得 如果你不是不可以开到200 可能设计可以开到300 问题是你为了 那个速度 为了拿到300 这个 为了那个数字 即是迷信于一个数字 OK 即是等于 直接说 即是等于 大家的身材 男也好 女也好 即是迷信于 他是34 34 什么呢 喂 可能是肥仔 大佬 即是可能是肥仔 还是那个胸肌 可以是 是大脊男 但是他也是34 OK 他的肌肉 还是肥高 OK 所以这个数字是不诊的 这些是没有意思 很盲目于数字 53分钟 250 这个就是动车 大概是动车的极速 如果动车级数 其实呢 53分钟 即是刚才我们48分钟 刚刚好 5分钟 对了 53分钟 那个电话信号 是开始已经收不到 接近 因为那时候刚刚开 已经说了 其实因为他快了头 根本那个流动 追不及那个数据 那个讯号 其实呢 260多了 已经5分钟 重跌 260多了 264 你看看看 入隧道了 入隧道了 其实之前好像 我记得好像这几天 听话入隧道 应该要是 明清200 我回来听过 因为要就这个 这个火车走得那么快 所造成的风阻 或气流 隧道要做得特别大 也要 这样子 我们平时 例如你说坐东铁 由这个九龙塘过去 大楼一会儿 其实那条 北架山隧道 刚刚好 是给了两条 南北行事的列车 进去 那就不会特别阔 但是说 因为要就回高铁 因为特别快很多 为了要 给气流 有机会通过 所以是起得很阔很阔的 所以这条隧道都鑿得很大 其实现在看到 看一条片里 其实就是 刚刚出隧道 278 现在去到的速度 已经是 5至6分钟左右 其实这个速度 一路去着 一路会上升 不如我们再快 看一看外面 那个缓束玻璃 今次其中一个意外 就是说玻璃难打烂 但其实呢 你不用一些 这么简单的缓束玻璃 根本阻不到气 一来 他可能遇到气流 他自己还会爆 第二 另一样东西就是说 好了 就算是 弄到这样的玻璃 的时候 其实 7分钟了 现在开车 297公里去 接近300 开车 7分钟左右 其实呢 大家看回 如果说 那个玻璃那里 其实 如果要被人逃生 不一定是说 要是那个玻璃 可以打烂 那你现在 可以是 做一些太平门 那你太平门开到 香港的车都是这样的 有太平门可以走的 是的 其实应该要多 就是可能 那道门 连玻璃是一整体 可以一够东西 它可以整个打开 就不一定是 打烂 就不 puede 但是只是打破毆玻璃 那样东西 可能可以做到的 可能好的 要不可能去爆玻璃 你想oby 即是每次玻璃相贏 310了 開車8分鐘左右 8分鐘310 出賣了朋友 拍了他下去 很多人走過來拍照 專門走過來 這個沒有廣線 其實就真是高鐵 大家所說是G字那些車 即是so call 所以現在常在說 是不是高鐵不是高鐵 其實你想想 如果你去坐 就算深圳上廣州那一條 你車種的內籠 其實高鐵或者叫動車 和普通列車的內籠已經不同 現在56分 我們看56分 56分已經329了 在地上忘記做甚麼 在掃地 好 很冷 本來應該坐車那幾天 但這輛車很焗 我記得很焗 這一段很焗 在廣州那天很晚太陽 而且裡面應該是明天住23度 這裡 23度 左右 很多人 看到前面 還可以說 那個駕駛席 是一塊玻璃 被人看到你開車 近駕駛席那裏 是一個包箱 頭枕 你可以走過去 看著司機開車 如果你買到那幾個位 當時是搶奔頭的 這些位 參觀位 對 那是參觀位 即是很多三新鮮的人 拿著手機拍攝 所以 再快一點 這個是331 現在是50 8分 10分鐘 10分鐘 就330了 才可以上去 那個速度 332 這裏保持這個範圍 對 340 340 12分鐘開了 12分鐘344 這輛車後來 我記得 如果 我忘記拍到那個照片 是351 可以去到 它就會一直這樣 但是 其實再想回 我在上海坐這個磁元格 是玩到400 可以 我想磁浮 跟這些路軌的車 有不同的 那時候 那些磁浮 好像他們 是設計到 超過400 即是400左右 一向 是 他們很短 但是快得很 很瘋 但是車側側側 是不覺得 因為很短時間 它又會停 因為某些路軌 路軌的路軌 很搞笑 好像你坐 對 335 又可以 然後 可以再去多一點 其實如果 你沿途 你望遠的景色 其實 不會覺得它 特別開得很快 是的 跟你本身 你平時坐 普通的火車 來遠望 剛才說 因為車廂比較焗 23度 嗯嗯 都是比較焗的 三百 三十幾都是 開了車這個 二十三分鐘 是的 駕駛值 可以再看 這一架 是的 不如這樣吧 這條片呢 今天時間有限 整條片呢 放回上去 今集會節目的archive 給大家可以 一起感受一下 真正的高鐵 是的 動車呢 大家還可以 上深圳去試到的 嗯嗯 今晚一會 我們在鐘樓下 七點鐘見 好嗎 謝謝 今晚下星期見 拜拜